中國人買家具,其實大部分的觀念是成套的去買 換一個新的房子,你不適合 然後又重新去買一個 不論我之後的房子有如何變化 收藏這些家具是可以陪伴自己很長一段時間的 大概三年前左右 我們從杭州的市區搬到了這邊梁祖文化村 這個房子一共是有四層 大概350坪左右 然後在一個小的院子 希望給小朋友一個更加自然的一個環境 我在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其實已經收藏各種各樣的椅子 差不多七八年的時間 我以前的家裡就比較雜 可能最多的時候家裡有四五十八椅子 就亂到走都走不進去 其實他們需要有一個呼吸的空間 沒有做太多硬裝的改良 只是回收了一些老的地板 把那個牆塗白了 沒有做很多的櫃體和櫃門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在家辦公 我希望在家裡面會有很多不同的角落 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坐下來 然後看會兒書或者工作一下 大部分生活的空間都是在一樓 廚房、客廳,然後有兩個書桌 我在書架的角落有一個writing chair 它旁邊有個小桌板 現在有一些特別重的書 我就直接放在小桌板上 會更加方便 二樓是小朋友和阿姨的房間 中間這塊區域有一個我收的 像pure desk 小朋友會使用的比較多 可以坐在上面 可以看看書 然後可以畫畫畫 我和我太太的一個私人的空間在三樓 我在中間的位置放了一個Saint-Germoy的四壁燈 它既承載吊燈的一個作用 其實又承載一個閱讀燈的作用 家裡的所有的家具都是正常使用的 最貴的PHSR的椅子可能就是這個袋鼠 大概二十多萬左右吧 在印度當地會使用很多的幼木 黃潭或者核桃木 比例線條還有結構 都非常美的這麼一個家具 數量也特別稀少 當時我剛好可能想一個換車的計劃 那時候拍賣行出了這把椅子 就把換車的錢去買了這把椅子 收這個科布希葉的這個桌子 在法國一個畫廊裡面 把它背回了酒店 酒店的人看到我背了一個桌子回來都特別吃驚 所以那一次是帶著這張桌子 一路去南法旅遊 因為班島的梁主 我們還是盡可能希望多接觸一些自然的環境 會把一些電視 一些電子的一些東西放在這個屏幕後面 所有的家具加起來大概有二十件左右 我會去看很多的文獻 去瞭解當時這些家具的一個使用的狀態 只有你跟它發生了關係 你才能更好去理解它當時的一些設計 就知道你遇到電子